即将参加民进党新北市第四选区立委民调初选的许文奇 在新庄开牙医诊所是长达了40年 而平时看诊非常的严谨认真 总是细心的为诊所的客人来照顾牙齿的健康 而为了回馈地方还特别免首课挂号费 而曾经担任过警察之友的新庄派出所新庄站的站长 还有中轮福轮社的社员热心工艺 现在的他更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来决心参加立委选举民调来前进国会 即将参加民进党新北市第四选区立委初选民调的许文奇 在新庄开牙医诊所长达40年 平时看诊严谨认真 总是细心的为诊所的客人照顾牙齿健康 只是基本的洗牙环节就跟大部分的牙医诊所不同 洗牙教授讲的 洗完牙再一个破离洗就是会更干净 健保局说洗牙就好 他没有强迫我们要破离洗 医生大部分九成的医生都没有破离洗 做健康很坚持 目中无蓝蜜 心中有黑白 黑白就是是非 做事坚持认真的许文奇院长 也跟在地有着深厚连结与感情 五年前开始为回馈地方凡熟客前来看诊免挂号费 熟客人来的话免挂号费前免 真的哦 对 近五六年都这样 对我六十五岁就开始免了啦 为回馈地方 许文奇院长还曾担任警察之友会新庄派出所新庄站站长 捐出百万协助警察同仁 长期为中央福伦社社员 担任子女就读之新庄国小新庄国中家长会会长时 还陆续捐出约150万左右 而他的五个子女成绩也都相当优秀 有四个都是牙医 二女儿是牙医 三女儿牙医 第四个是儿子也是牙医 三个已经牙医了 第五个 第五个去波兰练牙医 现在是大事 老大是台大 台大 台大维生如便宜研究所受试 子女们在院长影响下 将牙医当成人生职制 而担任牙医工作多年的许文奇院长 现在则希望能够服务更多民众 以她做事认真坚持的态度 跨足政坛 改革弊端 前进国会 以上新闻记者人政杰新庄采访报道